那时,耶稣对门徒门说 天主的国好像一个人把种子种在地里 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种子发芽生长 他却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因为大地自然出产 先发芽,后吐碎 最后碎上结满子粒 当果实一成熟 他便纳克派人那年都收割 因为收获的时候到了 耶稣又说 天主的国像什么呢? 或者我们用什么比喻来和他相比呢? 天主的国像一粒戒指 种在地里时 是地上所有种子中最少的 一种下了就长起来 比原子里面各种蔬菜都大 还长出大支 以至天上的非聊都能在他的任下棲息 耶稣用许多者类的比喻 按照他们能听动的来讲论 他公开教导时 若不用比喻就不说什么 当他单独和门徒门在一起时 就给他们解释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